民國67年的時候 為了覺得有任務需要 培養了一批暗殺的人員 外號叫做九一 那其中有一個人呢 他就正式接到一個暗殺命令 然後當時得到命令之後 就叫他去曼谷等待 等了半天 突然之間 上面又跟他講說任務取消 取消之後後來又說 又要成請 加成英在等待 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但是任務的目標是誰 一直沒跟他講 又快要到執行任務的期限的時候 突然之間又取消 那後來 從行程上去判斷 那也有另外人揭秘 才知道 原來他本來要暗殺的對象是鄧小平 歡迎收看耿傳媒新聞秘星 我是謝恩斌 那海地暗殺案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海地總統直接就被人家在家裡 被人家衝進來 直接被幹掉 然後 還有人逃逃逃逃到我們的大使館 我們跟海地是有邦交的 然後後來裡頭有很多是 據說是兇手什麼東西 搞得一團混亂 然後結果最近最新驚人的發展就是 現在海地的司法系統指控 說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圈套 什麼圈套呢 也就是被暗殺的這個總統呢 他的老婆跟前總理一起策劃合謀 把自己的老公幹掉 這是一個最新的指控 當然這個指控出來之後 有人相信 最毒婦人心 那有人說 這根本是胡說八道怎麼可能 因為這位被指控的前第一夫人 他當時其實也是身受重傷 他有回顧他當時發生的場面就是 本來在他們關底頭應該至少有30到50名警衛 在槍手衝進來的時候 只剩三五個人 其他人全部不見 顯然是有人把這些人全部撤走 他先生很快中槍 然後他自己也中槍 中槍的時候他先生當時還跟他講說 你可以躲到床底下去 然後他說床下有老鼠他不敢過去 結果後來他就躺在地上裝死 然後他說當時槍手還踢過他的腳踝 確認他有沒有死亡 然後等到槍手走了之後 他本來想要 拉他先生一起逃出去 結果發覺他先生已經死了 而且連左眼眼珠子都掉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當場現場有多可怕 如果真的是他策劃的話 他會讓自己身受重傷嗎 這是一個很令人懷疑 那更令人懷疑的就是 因為現任的總理也是被很多人交相指責 而且更重要的是當初暗殺案發生的時候 這個人也曾經被指控他可能是幕後策劃者之一 所以海地的暗殺案到底是誰策劃 說真的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而且海地實際上是一個黑幫統治的國家 這個國家被好幾個不同的黑幫勢力掌握 所以你說誰幹掉了誰誰暗殺了誰 一點都不奇怪 那海地是目前我們現存最大的邦交國之一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一個很奇怪的朋友 那我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可是呢 在台灣有沒有暗殺發生 也有啊 比如說最著名的 319槍擊案 阿扁跟呂秀蓮在台南 在掃街的時候突然之間就中槍 大家 當時不是很有名的陳水扁的瑋瑜度 就這樣中槍 那呂秀蓮前副總統是一直希望查出真相來 因為後來雖然宣稱找到一個槍手 這個槍手自己輕生了 可是呂秀蓮認為真相並沒有被揭發 我也認為真相並沒有被揭發 而且這個真相永遠不會被揭發 因為在就是整個辦案的過程當中 兇手已經出現了 那都已經人都已經死了 人死在銷全部結案 所以就不用再追查 所以當司法體系已經做了這樣一個論斷之後 真相就永遠不會出現 未來也許會有人出來告訴你 啊事情真相是這個 事情真相是那個 可是我必須說 永遠都會只是各說各話 不會有真正的真相出現 那但是 其實台灣 曾經培養過暗殺人員 這個可能就比較少人知道 民國六七年的時候 當時呢 為了覺得有任務需要 結果就 培養了一批 暗殺的人員 外號叫九一 九一隊 那這個九一隊取的就是九死一生的意思 那當時他們覺得說 一般的人恐怕不太適合來擔任這個任務 那就去哪裡找呢 去少年感化院找 去這些有錢科的這些少年犯裡頭 想要去找 找這些適合的人才 那當時提供的條件就是 只要你願意 加入 那被甄選選過了 那你的 行責 未來就可以取消 而且不會留下紀錄 那據說當時的甄選 非常特別 因為很多少年都想說 聽到可以參加這種特殊任務啊 你知道他們有回憶 有人回憶 就當初來那個軍官 非常帥 然後全身武裝 腰間還別一把手槍 然後看起來 非常的趴很帥 然後很多少年看到就很心動 你知道少年犯嘛 大部分都是想要 出風頭啊幹嘛 結果就去問說有沒有興趣 來被甄選參加政府的秘密任務的時候 一堆人在感化院 一堆人都說報名要參加 聽說當時總共有上千人 那結果最後這麼多人你很難甄選啊 一個一個也太浪費時間啊 所以最後他們選擇了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呢 就是在少年感化院的操場 叫這些人有意願的人全部來 來之後幹什麼 現場大亂鬥 到最後誰站著呢 誰就入選 這聽起來很誇張對不對 據說當時真的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有一些比較sla 當然被人家打了兩拳 就趕快趴在地上不敢動 因為站了就會癌症 然後就這樣打了 打了大概幾十分鐘之後 到最後有五個人 有五個人從頭到尾站在最後沒有倒下來 也沒有趴下來 這五個人就入選 然後這五個人入選之後 才發現 情況跟他們想的完全不一樣 他們本來以為的是說 就像什麼007 007情報員一樣啊 就穿著那種西裝啊很趴 然後到處去做什麼間諜啊 完全不是 他們一開始是先受訓 受訓非常辛苦 要練少林拳啊 要練各種武術啊 格鬥技啊 防身術啊 奪刀術啊 甚至還要練飛刀 練飛黃石 你知道為什麼要練飛黃石嗎 因為他們預期 你萬一被敵人俘虜的時候 你雙手被綁住 或被上手銬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趁敵人不注意的時候 抓旁邊的小石頭 就可以攻擊敵人 所以要練飛黃石 那當時的設想非常多 然後 連睡覺都不得安寧 他們睡覺的時候要蓋 十七八層棉被 就訓練耐熱的功夫 然後每天呢 走路身上要穿 五十公斤的鐵衣 就訓練你的承受力 然後甚至呢 你躺著的時候 還用個 大石頭壓在你的胸口 就是用各種方式來磨捏 然後什麼輕功啊 什麼東西全部都練 因為當時其實並沒有像後來 這麼科學化 也沒有引進這種近代的格鬥技巧 什麼MMA啊 UFC啊 根本都沒有這些觀念 所以都是用比較傳統的 武術的概念 像後來一個很有名的氣功大師李鳳山 就是 他是九一三人 他是九一 因為他第一批就是五個人九一 然後第二批 九一二 第三批九一三 李鳳山就是九一三 因為他們這一個總共後來還有四個訓練女的 叫四一 然後他們這批人總共二十四個 就是台灣 就是政府遷到台灣之後成立的一個暗殺隊 暗殺隊 當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暗殺 所以當時呢 他們女孩子就把他們派到香港 去當舞女 就一方面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 另外一方面 因為在舞廳大家戒心比較少 就容易接近一些 一些掌握相關訊息的人 從他們身上刺探一些機密 那其他的呢 就根據任務需要 比如說他們常被派去的就是泰國啦 因為泰國當時是東南亞情報大本營 香港也是一個地方 香港也是情報 各國的情報人員都會在那些地方 然後 其他的一些國家根據任務需要去 那其中有一個人呢 他就正式接到一個暗殺命令 然後當時得到命令之後 就叫他去曼谷等待 然後就等待呢 等了半天 突然之間 上面又跟他講說任務取消 取消之後後來又說 又要成行 叫他重新再等待 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但是任務的目標是誰 一直沒跟他講 結果後來等到 又快要到執行任務的期限的時候 突然之間又取消 那他始終不明白自己 到底要暗殺的對象是誰 那後來 從行程上去判斷 那也有另外人揭秘 才知道原來他本來要暗殺的對象是鄧小平 當時因為鄧小平已經安排好 要去泰國訪問 所以本來是想要安排 趁鄧小平在泰國訪問的時候把他幹掉 就後來 有一說是鄧小平那邊也得到訊息 說台灣這邊可能要派人對付他 所以才 臨時把整個行程全部改 那我們這邊發覺他行程改了之後 我們也就只好放棄這個計畫 那他們前前後後其實曾經 就是針對大陸的一些出訪的要員 比如說去印尼的 或去東南亞這些國家的 曾經有好幾次都想安排暗殺行動 但後來都沒有真正付諸實事 那最後這個團體解散 他們在 雖然訓練24個人 但是 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執行過任何暗殺任務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 就是發生了江南案 江南案那時候他們就是 找了竹聯邦的人去美國 去把江南幹掉 他幹掉之後 美國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非常非常生氣 然後給蔣經國非常大的壓力 他那時候也因為這樣的 整個時空環境都不一樣 覺得在進行暗殺其實也不適合 所以就把這個組織解散掉 解散掉這些人 因為他過去的犯罪紀錄都消失了 然後他們又重新回到社會 可是問題是他學的是什麼 他學的不是生存技能 他學的是怎麼樣去殺人 怎麼樣去格鬥 所以到最後這批人絕大多數 像李鳳山比較有名 他後來去教氣功 所以比較知名 那他也成為部隊的一些武術指導 那大部分人就跑到黑社會 那有很多人在黑社會都變成出了名的打手 或是殺手 那等於台灣的這個暗殺隊 雖然花了很多力氣跟精神去培養 到最後去公敗垂成 那這一次海地 看起來也是類似暗殺隊 職業殺手這樣的人去做 只是整個過程非常扑朔迷 因為他搞了不只一批人 他前前後後大概搞了好幾十個人 所以就我個人的判斷 這中間牽涉的利益跟參與的派系 恐怕不只一方 恐怕是好幾方不同的利益 共同做出來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至於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恐怕 就跟我們的319槍擊案一樣 大概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 MING PAO TORONTO